原位唐江CP,元帅和将军真的是太甜了,眼泪重度过敏症,小编还是第一次听说,但是正是因为如此,他练就了一副强心脏,但这不是他自己的功劳,多亏了青梅竹马的男主元帅。 少年时期的元帅逼某些大人还成熟,为了完成将军父亲交代的任务,找人欺负他锻炼他的心智,以使他心肩如铁,不轻易掉泪,这样将军就不会动不动掉泪而过敏住院,而眼泪过敏是阻碍将军正常生活的烦恼。 为了应对这怪病,元帅算是尽心竭力,即便被误解也独自承担后果。 对于将军来说他受到伤害最深的一次,正是来自高中时期丢演讲稿的那次。 虽然元帅说,为了不让将军谈恋爱伤心掉眼泪,所以藏起了他的情书,却不料连演讲稿也藏起来了,事实上他藏起情书,真正的原因是他喜欢将军,不想让他跟别人有恋情,但却造成两人的决裂。 将军曾说,永远都不想再看到元帅,许多年以后,聪明的元帅一路顺风顺水,年纪轻轻,已经是风投业有名的年少才军,正在整个行业顶端翻云覆雨。 而脑袋有点一根筋的将军,还在走着应届毕业生跌跌撞撞的求职之路,直到他一头撞进元帅所属的投行。 才发现自诩童年保护者的元帅也在,本来指望念着点童年情义,但高兴不过三秒,却发现自己童年的保护伞,那个温柔的元帅哥哥,竟然处处与自己为敌,甚至于元帅在背后各种操作,就是为了将他排挤出投行行业。 看似元帅心狠手辣,但还是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呼的情况下接的单,其实是早就对将军有好感,以及后来顺理成章的暗生情愫,从小学到中学不断鞭策女主的成长,在工作中也是不断地给将军恩威并重的指点。 连女主租房子这样的繁琐小事,也费尽了心思,很早以前元帅就把自己的心钉在了对将军身上,他有愧疚也想补偿,也想掌控,再次遇到将军,他又用了从小到大的方法,按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意,长大后的将军又不是这么好欺负的,但两人还是在一次次的不经意的肢体接触中,慢慢地爱上了彼此。 不经意的花是吻,真是看得人脸红心跳,又忍不住追下去,不愧是远未堂江真是填到家了,预告中,白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,睡姿简直目中无人,几乎快要掉下沙发了,罗云西吓得大气不敢喘,今后家庭地位真是一目了然,看到睡着的将军,元帅忍不住想要亲上去,最终还是放弃了,元帅果真是很尊重女主啊,但却给将军吓了一跳,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,将军已经醒了,好期待两人捅破窗户嘴的那天 好期待 好期待